社區像是被炸彈炸鍋一樣 一整排氣密窗直接被炸飛 滿地都是震碎的玻璃 住戶的家庭物品也全都噴出來 社區發生氣爆 消防人員小心翼翼不時抬頭 就怕有物品又雜落 而地點就位在新北市三峽 大同路的一處集合市社區 日三號下午三點多 當時27歲的流星男子到四樓整理倉庫 結果一開門就發生爆炸 導致男子全身36%二度燒傷 男子全是單面積燒傷 被送往醫院救治 而氣爆當下 他還不忘要同住的媽媽 拿滅火器滅火 只是這一場氣爆 不止四樓住戶門窗被炸飛 對面兩戶手當其衝 五樓的一對婦女 五十六歲的爸爸被玻璃割傷 二十二歲女兒四肢擦傷 而三樓還有一對祖孫 六十九歲的阿嬤四肢擦傷 十五歲孫女也被玻璃割傷 整個氣爆造成五人受傷 還撥及十二戶的門窗 卻被震稅損壞 氣爆所以玻璃震稅了 所以就割到這個逐步的跟下肢的地方 目前看起來大概都是外觀 不過我今天會請公務局的結果及時 等一下到現場來看 四樓倉庫發生氣爆 強勁的氣體把屋內物品全往外推 玻璃事件 還好當時不是用餐時間 而且主要炸裂毀損的是大樓電梯間 才沒有造成社區更嚴重的傷亡 而整個社區一共有52戶 一棟有六層樓 除了氣爆的整棟樓受損之外 對面棟也被波及 一共造成兩棟12戶26人受到影響